时隔两年之后 东南亚规模最大 活动时间最长的年度军事演习 全面回归 这个由美国和泰国展开的 金色眼镜蛇军演 包括我国在内 共有30个国家参与这一次的演习 动员将近6000名士兵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 在开幕时誓言 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美太两国展开的金色眼镜蛇军演 从1982年启动以来 已经有41年历史 过去两年因为新冠疫情 缩小了军演的规模 今天这场军演在泰国东部 罗永府的乌塔堡国际机场 拉开帷幕 而这一次的军演 除了着重于海陆空 和网络空间之外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训练部队 如何应对空中现象的影响 比如太阳风暴 或卫星通信系统中断等等 而这场演习也将持续到 3月10号为止 2月10号为止 20号为止 不过